Hello,大家好,我是华尔仔 今天帶你來到珠海斗門 看看我們一個岸子丁蘭的一個屋苑 這個屋苑有一個很特別的戶型 就是74平方的兩房單位 大家沒見過74平方做兩房 以為它很小 其實它廳有三米半的開間 裡面其實每一個空間 無論是廚房、客房、洗手間 其實都非常寬落、非常實力 一起去看看吧 美好灣區生活,首選行為置業 歡迎來到我們九龍太子展銷廳了解吧 今天來到我們十樓的視頻單位 這幢樓的設計是小高層、十一層高 它採用了一梯兩戶設計 這裡可以拍一下 這裡出來的話這個電梯 這邊是兩戶的 我們要經過另一個走路 走到那邊那邊有個電梯 也有兩戶的 所以這個空間屋其實比較大 變了這個電梯出來 變了這裡也是兩戶人自己的地方 其實可以自己談一談 可以在外面放些零食物放在鞋櫃 其實沒有問題 就會多了一些實用空間 首先我們第一個看的 就是我們74平方的兩房單位 74方 其實真的是比較少見的一個面積 其實這些這麼小面積的兩房 其實是非常適合的 可能是剛剛結婚 或者將來也是打算一家三口住的家庭 其實是很適合的 進來這個鞋櫃 到時候我們 因為這裡全部包精裝 這個鞋櫃也是會有的 也是會有這個鞋櫃 進來之後 就是我們一個L字形的廚房 L字形的廚房 這個廚房 就埋著是小五臟區船 就會吊櫃地櫃 車油煙機 廚頭 消毒碗櫃 還有這個升盤 全部都有的 還有一個窗口的位置 不過這樣看 就真的 少了一個雪櫃的位置 不是滿五臟區 而是四臟區全 這裡 其實這裡是預留了電掣的 應該是給你放雪櫃用的 如果你這裡放雪櫃的成份 這張桌其實可以移出一些 這裡做一個餐廳 這裡做一個餐廳 其實可以的 因為只有七十四平方 我看回我們一個 三米五的開間 七十四平方可以做到三米五的開間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 非常大的開間 這裡的話 這個陽晚間的話 它就封了飄窗的一個 不是 封了窗 封了窗的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是封了的 如果封了的情況 會令到客廳看起來更加大的 更加之大 正常來說 如果你要露台的情況 這裡就是露台 看到了 這裡 隔出來 這裡就是一個露台 當然你可以捨棄了一個露台 令到家庭更加之大 其實如果這樣封了的情況 這個是完全不像七十四平方的廳 老實說 這些都不像七十四平方的廳 我們進來看看 這間是第一間客房的位置 大家記得 收入四平方 這個客房 這個客房 其實它會比較長方形 這裡的開間是窄一些 但就長一些 可以自己去設定一下 這間房可以怎樣去擺 放的方位 會比較適合 正常來說 都是這樣擺 我覺得 應該都是這樣擺 放在床 這裡整個衣櫃 其實是可以的 這個也是非常標準的 客房的一個尺寸 好 我先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 它是做了乾身分離 外面是洗手盆 外面是馬通行動浴間 你也沒有說 這個面積其實很大 很闊落 大家看到嗎 闊過很多八九十平方的企缸 好 進來 進來我們一個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的位置 它就已經整好了衣櫃 雖然這個衣櫃比較淺 到時自己可以做深一點 做深一點的衣櫃 不移了床頭櫃的位置 放了米白床 是沒問題的 我們這個屋苑 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戶戶潮南 每個房都潮南 每個房都潮南 戶戶潮南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正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很多客戶 其實都會比較在意朝向 就說不是潮南買的 這個就對了 無論是路桌也好 兩間房都好 全部都潮南 就很適合我們客戶的心水 現在賣的價錢 大概這個七十四平方的 大概總價是八十萬左右的價錢 包括徵裝修 OK 現在我們看看大小小的陽明間 我們就來到我們九十五平方 這個三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進來看看 這個是一個大宏廳的設計 九十五平方的大宏廳 南北對樓 這邊雖然不是露台 但是看到很大的窗位 可以通風和採光 我們先看看廚房 廚房一樣是用了L字形的廚房 不過今次這個廚房就有雪櫃位 不好意思 我不可以 OK 這個是一個吊櫃 地櫃 七下煙機 路頭小獨碗櫃 全部都有 這裡就有雪櫃位 就不用外面買雪櫃 這裡就擺了一個四人份的一個餐桌 這個餐廳就不過不失 算是夠用 不算大 算是夠用 這個是三米八的開間 比剛才的三米半還要大 三十公分 坐在看電視就很棒 這裡的屋苑都會比較有趣 就是全部都做了封窗設計 都是做了封窗設計 都是這樣說 令到窗口 這個客廳就會更加大 還有這個櫃 剛才我去家樓邊廠看了 其實這個櫃也是有的 家樓邊廠也會有這個東西 下面就放在這幾個攝錄裏 這裡就整個水位 其實這麼大的窗口 也能曬到三 這裡我們可以加支浪三個桿 加支浪三個桿 其實因為這麼大的窗口 通風和陽光方面都可以曬到三 OK 我們進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首先進來的話 這間是一間兒童房 但是也是那一句 都是一個很標準的尺寸的客房 因為它有很大的票窗位 這裡其實它已經整好 所需要的東西 書桌 這個櫃當然 這個書桌 這個櫃的話 你當是一個衣櫃的位置 這裡就放一張小床 這個就可以做兒童房 OK 我們來看看這個客廁 因為這個有套間 這個它做了一個鏡面櫃 有鏡面櫃 洗手盆 馬桶 還有臨浴間 連這個企缸也有很大的票窗位 這個票窗位真的有點寬 應該有50公分左右 在票窗位 OK 它這間做了三房 這個第二間房 它做了一個書房的設計 因為老實說 這間房應該就會 相對來說 會窄了少少 相對來說窄了少少 做書房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 如果家人多 你要做客房 都沒有問題 不過就會窄少少 OK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 看了先 它有零零射射的衣帽 其實OK 兩邊做了一個衣櫃 這個零零射射的衣帽 這個就是一個套廁的空間 這裏也會有一個鏡櫃 洗手盆 馬桶 和企缸 企缸 一二既往來說 都是非常闊落的 其實如果你不算票窗 這裏算是窄的 因為它送了票窗位 其實人家可以這樣 坐在這裏 洗澡 這裏便會有更多空間 讓你去活動 OK 我們看看一個休息的位置 休息的位置 老實說 不算是相當闊落 不算是多餘得很誇張的空間 大家看到放了兩張床頭櫃 剛剛好 塌塌陷 這裏也送了一個票窗位置 也是潮南 剛剛才說到 護護潮南 護護潮南 每個露台每個房間 都是潮南 OK 所以這裏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這個單位95平方 大概是賣100萬左右 100萬左右的總價 OK 兩個善外答案我們看完了 我們到售豆部看看 沙盤和區位 OK 我們到達了 加班 好 姐姐 看 是 可以 我們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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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到達 我們回到十樓堡 沙盤的位置 整個屋苑總共是八棟組成的 分了一期和二期 這邊我們一二五六 是屬於第一期的 中間就劈開 我們第一期已經賣完 現在在賣第二期 現在我們首推是三棟的單位 剛才我們看過 小高層是十七層高的 護潮南全部都向南 它有一個一梯兩火的設計 中間那兩個是細面式兩房的 74平方 單邊位是95 剛才我們看的兩個護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屋苑 其實它會是比較整齊的規格 入面大家可以看到 額路法度比較高 也有兒童玩樂的設施 有兒童玩樂的設施 也有環形的跑道 有一個羽毛球場 也是人車分樓的設計 人車分樓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這裏 就是車的出入口 是的 車的出入口就是在這裏 其實地面我們都會有很多 很多的停車位 屋苑的話 就去到2024年 即是明年 不是 明年 是 去到明年 即是2023年的年底 交流 不好意思 我們以為已經是2023 是的 我們管理費 就是自己的管理公司 洪基的一個物業管理 就是三元一個平方的一個物業管理費 是的 這個單位 其實 這個屋苑大家剛剛看到 那些單位其實是一個 比較試正的戶型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它 基本上 全部大家看到 這個房子的外形都知道 它是封了露台 封了窗 封了窗 其實那個廳的感覺 其實會大了很多 實用了很多 這個也是一個 一大的一個特點 而且大家看到 其實它裏面 74平方我覺得是最正的 即是很適合 剛剛結婚的一些客戶 或者將來只是打算要一個小朋友 那就一家三家 其實74平方 它絕對是夠用的 80萬就在珠海斗門 買到一間兩房 即是這麼試正的單位 雖然它是74平方 但是大家看到 那廳有三一半的 那廳有三一半的開間 而且它又封了窗 所以我其實廳住 一點都不會覺得 會是一個迫劫 或者屈質的 OK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周邊 其實我們的位置 就是在我們一個 珠海斗門的白礁 叫做白礁 那附近 其實我們這邊 其實都屬於是一個 新區 所以其實我們周邊 就不會有那些 很舊的舊樓 或者很殘忍的地方 因為周邊其實都會有 好幾個新的樓盤 還有就會有一些 新的一個 叫做 配套設施 包括我們一個 嘉榮超市 還有我們有很多 新的富有保健院 就會有一些 小學 中學 還有一些再見的 醫院 或者商場 全部都有在見 所以其實我們這邊 配套全部都是新的 配套全部都是新的 所以我們這個區域 面貌來說 屬於是比較正的 跟我們斗門其他地方 可能是 井岸或者哪裏 另外那些區域 就會有少少的分別 可以看回 但如果你說去回 諸海市區 行鄉大橋的情況 大概20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到 所以其實我們交通是方便的 然後我們其實賣一萬元一個平方 大概一千元一尺 大概一千元一尺 包括精裝修 而且大家看到 其實我真的覺得 那70平方的回應是非常之正的 真是很適合 那些新婚的夫婦 特別是那些 剛剛出來工作 沒多久的 80萬手期 80萬總價 然後我們內地的政策 兩成手期上車 即是大概十多萬 他只需要拿十多萬出來 就可以上車 另外那六十多萬 就分三萬連環 其實月供是很低的 你看看 六十多萬分三十年 即是一年還的話 是兩萬元左右 你計算利息的話 一個月都是還兩千元 鬆一點而已 所以其實那個壓力 其實就不算很大 OK 我覺得我們這個樓盤 最正 最值得推介 就是剛剛所說的 74平方的回應 總價低 面積夠闊 夠大 夠用 而且大家見到 我們這個都屬於一個低密度的一個樓盤 前面我們這排是十七行高 後面那排應該是三十一二層高 而且明年就可以加到樓了 也不需要等很久 所以買回來 無論是你度假也好 養老也好 也都是非常適合用的一個屋苑 大家可以真的考慮 如果有興趣的話 盡快聯繫我們的客服議 或者上到我們香港的一個 剪聽太智思重心 十九樓一九三明星度 最終更詳細的了解 OK 或者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